我觉得增程式是现阶段在应对一些长途旅行 包括说轻度越野时候啊 一个非常适合的动力形式 兄弟们啊 近两年啊 这个越野户外的概念真的特别的火 你上某某书搜几个关键词啊 比如说独库公路 G318 西藏啊 话一下给你谈出来非常多优质优秀的内容 那么去西藏呢 总得有个趁手的代步工具 所以说硬派越野这一品类的SUV啊 近段时间也是卖的特别的好 同样市场上呢 也是有非常多优秀的产品诞生啊 比如说像是截图的山海T2 方程爆爆5 坦克300啊 那么今天啊 给大家带来了非常优秀的一款 方盒子造型的硬派SUV 就是我身后的这台 长安深蓝G318 像G318这款车型呢 上市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相信大家对于这款车已经不陌生了 OK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着重讲几点 首先呢 就是这台车 它是真的大 已经达到了五米级别 是比它的竞品们 是要稍微大一号的 其次是什么 就是这台车的价格 还是很有优势的 虽然说要比它的竞品们略大 但是价格却更加的便宜 像我们这次拿到的一个次低配版本呢 只需要18.59万啊 这里呢 还有更多的优惠 你这么想啊 不到20万的预算 你就能买到一个 五米长的混动的硬派SUV 这么一看这个性价比 是不是刷一下就升上来了 外观部分呢 我们光速的带过一下啊 像我们这次的次低配版本呢 标配的是一个18寸的轮毂 如果我是车主的话 我肯定会把这个轮毂给换掉 换一套AT胎 这样子与我这个方盒子的硬派造型 会更加的吻合啊 值得一提的是啊 在这个顶配上 它是标配了这个车顶射灯的 像低配版本呢 也可以选装啊 只不过价格呢 6000块啊 你们觉得贵不贵 来到尾部啊 这个备胎小书包跟侧开门啊 硬派SUV必备的东西呢 它都是有的 并且它还是有后尾门锁指机构的 虽然说这个锁指机构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气啊 但是呢 也是好过没有了 OK 我们上车 可以留意到 我上的是非常轻松的 因为它既有个拉手 而且还有个侧踏板 方便驾驶人员进出 我觉得这台车 不仅是在外观设计上 同样在这些硬件小细节上呢 也是体验出来一台 硬派的SUV该有的一个水准 内饰方面有两个点 我是比较喜欢的 首先呢 就是这个换挡杆的设计 它跟中导在设计方面结合的 还是非常好的 并不会像是某些车 孤零零凸出来一个挡杆 这样的话 从视觉效果来讲 是没有这个一体性更强的 其次呢 这台车虽然说是个新能源 但是它并没有用太多 很科技化的东西 比如说一些训练件 在这台车上是没有的 都是实田件 这点呢 也是我喜欢的第二个地方 因为在越野的时候 路况比较差 同时呢 要操作一些功能 如果说车内用是训练件的话 这样就很容易存在一个误碰的情况 车机部分啊 这也是体现出来 它一个智能化程度的东西了 做到的同样也是比较的好 给你们演示一下 尿声来 请讲 打开左后车窗 正在打开 打开这张连 正在打开车窗 正在打开主架车窗 可以看到啊 这个语音的反应速度 还是相当快的 而且啊 在它还没有完成 从我第一道命令的时候给它下第二道命令 它也能够同时执行的支持这个多线程操作的 这点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我的身高能量是185啊 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啊 我觉得啊 G318这款车 车长超五米的SUV啊 它的优势其实并不是在于后排空间 它把更多的车内空间啊 分配给了后备箱 这个后备箱真的是特别的大 关于后排啊 有个设计真的是挺好玩的 像我们一般车 它的后排的充电接口呢 都是在这个位置 但是这台车并没有啊 它的充电接口在哪呢 在这儿啊 在门板上 这个设计啊 我觉得是真的挺有意思 挺特别的啊 但是就我的使用习惯来说呢 假如说我在后排啊 玩手机充着电 这时候突然有人一开门 这时候我的数据线啊 不很容易就会被拽掉了吗 当然啊 我估计设计师 他也是有他自己的小心思啊 假如说我在后排躺着玩手机 我的充电口如果设计在这儿的话 那个线啊 很容易是不够长的啊 充不了电的 但是呢 如果说设计在这里 就不会存在这个数据线长短的问题了 首先我觉得G318这个名字起的是特别的好啊 跟他这个比较硬核的外观设计 包括一些硬核的配置来说呢 都是比较符合的 其次呢 就是他的动力方式啊 我觉得跟G318真的是特别的搭配 我觉得增程式是现阶段 在应对一些长途旅行 包括说轻度越野时候啊 一个非常适合的动力形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像增程啊他就是一个油尾辅助啊 电尾主这么一套动力结构 一呢因为他可以加油啊 所以说不会存在纯电车的里程焦虑 这点呢就非常适合长途旅行 二呢就是他以电为主的这个特性 这样呢就使得他在应对一些轻度越野路况的时候 动力呢是要比同级别的油车可以做的更加的强劲啊 扭矩呢也可以做的更大 这使得他在越野能力以及脱困能力上呢 是要优于同级别的油车的 像我们这台中立辈的车型呢 它是后置的单电机啊 电池容量呢是35.1度 全电池辆里程呢是可以做到142公里的 想要去西藏来一场说走就走的road trip 不妨看看他 深蓝G318 深蓝G318